我是Enter,欢迎收看EnterBox 今天这一集就和大家聊聊我都怎么用Surface Pro 以及它有哪些优缺点 我是怎么看待这些优缺点的 以及我是怎么解决 那可以给你一些参考 Surface Pro 7 有时书写我们也会简称是SFP7 Surface Pro系列最让我惊艳的就是 虽然每年都在更新 但延续了这么多代 都还是保持了相同的设计语言 你很难从外观马上分辨出它是哪一代的 你手上这台好像永远都会是最新款 第七代的Surface Pro 依旧维持了轻的优势 775的重量负担真的不大 每次开箱新一代的Surface都会让我感动一下 可以在这么薄的平板用到完整的Windows 也感叹这么多年来 有很多厂商曾试过做过这片市场 而金安再灾 Surface Pro的整合式支架真的是很好用的设计 虽然它增加了平板的厚度、体积、重量 我一开始也不是很看好 但沿用了这么多年下来 这显然已经变成了Surface Pro系列的显著特征 而我实际用了这么一阵子以后 我觉得它其实也不会浪费 因为不管是在桌上用、脚上用、捧手上用、趴着用、躺着用、侧着用 都非常好用 整合式支架让手指在平板后方有更多的势力点 拿起来就不会这么累 而且测睡的时候几乎就不用用手拿或用手扶着 它就可以很稳的立在软软的床上 看电影或是看电子书都非常方便 当然放在桌上不管是横着萤幕或是直立萤幕都非常方便 立着看YouTube的时候 画面上半部一边看影片 下面就可以一边看留言回复 萤幕3比2感觉实际上操作画面就更大 而且看影片的时候上下虽然有黑边 但是时间轴和字幕就不会挡到画面了 整体来说萤幕表现是不错的 不管是解析度还是颜色看起来都很舒适 面板是LG的 信号我们就列在这边 好像是从第五代到现在都还是用同一块面板 或许希望之后可以升级一下啦 另外我觉得很好用的就是笔 我用笔的频率可能比用键盘还要高 虽然有配件就会担心会掉 但笔真的是很好用 我主要会用来做OneNote来整理一些笔记 或是新制图 或是截图Google Map之后 可以标注一些东西跟别人沟通 说我在哪里之类的就很方便 虽然平板侧边有磁锡可以细数笔 但裸机拿的时候还是很怕它掉或是忘记拿 那刚好我目前用的保护套 Acmed Made Skinny 底垫包 它专门主打就是为Surface Pro设计 所以平板放进去的深度宽度厚度都刚刚好 而且它有专门放笔的位置 还用松紧带包覆整 我也有试过将笔一起放进平板的收纳空间 但是它是放不下的 所以我就乖乖放在笔该放的那个洞吧 后来也变成一种随手的习惯 在外就不怕把笔搞丢 有时候在测试机器的时候工作桌就会变得非常乱 一堆变压器一堆线在桌上 会很难找到笔 所以养成了一个习惯 规定自己笔就只会出现在三个位置上 手上 平板旁 还有袋子中间 这样就不会在茫茫线材中找笔 笔也比较不会不见 整体设计也是蛮周到的 可以看到很多廉价的笔电包 他们把它做拉链 但是金属拉链就很容易刮到笔电 尤其是拿出的时候 而且你的笔电还刚好就是金属 那就更严重了 金属笔电价格通常都比较高 就会很揪心 或是像有的厂商以前给高级笔电的笔套 居然是用金属扣来磁吸固定 就超容易刮到金属笔电的 隔年他们好像也发现这件事 就把它换成了魔鬼站 就一直用到现在 所以我觉得用松紧带来固定 这种做法的确是蛮巧妙的 而且我觉得Acmed Made的这个袋子质感也非常不错 表面有他们独家的橡胶材质 表面有点滑滑的触感 但是非常耐脏 每天跟一堆金属工具刮来刮去的 难免是会有一些刮痕 但远看就像是新的一样 近看细看才会看到这些刮痕 这个Skimi的笔电包装上面就提到 它是MIT的 袋子本身上面也有写它是Made in Taiwan 据我所知 它的工厂真的就是在桃园 所以真的是Made in Taiwan的 我自己是比较喜欢灰配子的这个款式 因为有刮上的时候比较不会这么明显 保养上也很方便 因为它表面也防水 水滴到上面也不会渗进去 擦过去就好了 没问题 清理很方便 下小雨的时候还可以挡雨一下 或是平常也可以当个资料夹 我用Surface的习惯是不会带键盘出门 但这个套子还是可以同时放下主机跟键盘的 只是会比较紧一点而已 我用Surface Pro主要还是图个轻便手写 如果你本来就会带键盘出门 键盘本身就有保护荧幕的功能 只是没有保护到Surface Pro的背后还有四周 回想第一次拆开包装的感觉 我就觉得这个宝宝其实还不错看 质感也不错 厚度就比预期还厚了不少 套子比Surface Pro本身还要厚 除了外面的橡胶里面的海绵 中间一层还有塑胶片 所以它可以维持它整个版型 市面上可以选择的Surface Pro保护套真的不多 Skinny这一款又做得非常不错 虽然价格破千 第一次买的时候真的是捏了一下预算 但整体用下来我觉得这个质感 嗯 值得 而且还有笔套 按照Surface Pro这种不换外观的设计 搞不好还可以用个几代呢 怪不得一堆用Surface Pro的人都买这个包包 有时候也会在通路上看到它跟Surface Pro搭配 价格就会包成一套就比较便宜 Surface Pro 7第七代很大的亮点 就是它改成了USB-C 这真的是太棒了 而且现在USB-C和USB-A 都支援USB 3.2Gentu 10G的速度 不过这个USB-C依旧是没有支援Sounderboard 3的 因此我手上一堆Sounderboard 3Dock都派不上用场 只能用USB规格的Hub 那我目前主要用的是J5 Creator的JCD324 这颗价格大概是1790吧 不贵啦 大概2000块以内嘛 因为它标榜的是10G 速度比5G的Hub还要快了一倍 因为目前要到10G规格的Hub大概都要超过2000 所以它才卖1790我觉得还蛮便宜的啊 而且这款还是专门为Surface Pro设计的 虽然平常在用笔电的时候 我比较习惯是用带线的Hub 但在Surface Pro上面 因为它是整个可以立起来的关系 用起来的感觉是跟笔电非常不一样的 还有一点 目前很多全功能型的Hub 它都只有支援到4K30Hz 但J5 Creator JCD324 它支援到4K60Hz 这非常难得耶 那我们讲一下它里面的线路设计 HDMI和USB-C的PD 会对应到Surface Pro上面的USB-C 而剩下的两个读卡机像是MicroSD跟SD 两个USB-A还有USB-C资料传输的部分 则是共用Surface Pro USB-A10G的频宽 同时具备SD Reader和MicroSD的Reader 要是速度是104MB 那实测单独跑一张记忆卡 速度大概都能到8-90MB之间 算蛮正常的 而且实际使用发现 两张记忆卡是可以同时使用的哦 还蛮不错的 因为很多读卡机是没有办法同时双卡运作的 它只能侧依使用 而JCD-324两个记忆卡都可以同时使用 当然它是共用品款 所以如果你两张真的同时使用的时候 它的速度会双双下降一半 大概两张都同时会落到30-40MB之间 所以如果平常要用MicroSD的话 我会优先接到Surface Pro上面的读卡机 那它的速度大概是8-90MB之间 而JCD-324的SD卡Reader就专门给SD卡来使用 Surface Pro 7的USB-C也有支援PD充电 而且我有时间也没事就会看一下功率器 我觉得蛮有趣的 我分享一下我的观察 其实不管是USB-C充电或是用Surface Connect充电 速度都是差不多的 整个充电的策略似乎也是一样的 虽然USB-C最大好像支援到60W 但实际上几乎都是用在45W充电比较多 另外Surface Pro 7的充电时间大概需要两个小时 乍看之下很长 没有错 但其实也有一点冤枉啦 就我观察 大概充电到80%左右就会开始捐流充电 通常这样做也是为了延长电池的寿命 其实是比较好的 相对看到就是它充电时间感觉会比较长啦 但整个充电时间两小时 睡一个晚上绝对就可以充饱了 或许Surface Pro之后可以像手机一样 有更多的充电模式给进阶的使用者来选择 也希望Surface Pro要加大电池的容量 让使用者有更好的续航力 比较像这一代居然还缩小的电池容量 我觉得现在的续航真的不是很够 我必须再大一个容量大一点的Power Bank 然后至少要有PD规格 不过PD的规格不用高 45W就可以了 因为上面我有提到 它的充电的模式其实比较多是在45W 它到60W的机会其实没有那么高 所以我觉得选45W的PD充电器是最划算 而且选择性最多的 那如果你已经用习惯USB充电 但又怕踢到线让平板飞出去的话 也可以考虑IEZ的磁吸接头 很大程度上你可以降低 你整台Surface Pro喷出去的情况 我自己是比较喜欢银色 所以这个就选择银色的 那处理器的话 我觉得最近Intel i5 i7差异不是很大 但是i5可以省不少钱 所以我就选择i5的 那记忆体的部分是8GB 不能自己升级 储存空间256GB也是蛮吃紧的 也不能自己升级 所以希望之后下一代 可不可以至少256GB起跳 然后次规格的可以到512GB 让使用空间比较大 再加上键盘Surface Pen 大概也要4万多 但这个256GB真的是有点不够用 我觉得真的下一代可以好好升级一下 看是不是SSD可以多给一倍 然后电池大一点 讲了这么多好像还没讲键盘 键盘我真的觉得不错是 它有键盘背光 然后打字起来的手感也蛮不错的 就是很多便宜的键盘没办法做到的 所以单论键盘来讲 我觉得它也不算贵 如果你非常敢裸机的用的话 你买键盘 既可以起到打字的作用 然后又可以有保护它的作用 键盘的手感也不错 所以还是蛮划算的 整体来讲 我觉得Surface Pro其实虽然价格比较贵 但是真的有很多东西是其他厂商没有在做 不愿意做也做不出来的 而且真的有一群人 他就是很需要平板的Windows 好携带重量轻 才不到一公斤的重量 我觉得Surface Pro特别适合给需要长时间 携带在外面 然后需要一个比较轻的平板的Windows的使用者 对于打稿也非常方便 以上就是我使用Surface Pro这么久的观点和想法 希望能够帮助到你 对你未来选购也有帮助 邀请您按赞订阅分享Enterbox 我是Enter 我们下期再会